Hello大家好久不见 那么呢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的是大家都期待很久的吸血套的搭配 最近呢很多粉丝一直找我要新版的吸血套的视频 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三套吸血套 那么这三套吸血套其实呢我昨天就已经完成了 不过呢我还是想着多刷一天等刷到更极品的更完美的东西 我再来录视频 不过呢up准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0月1号就要光伏了 然后我还有其他的游戏其他的功率要做 所以说今天就充满的录了一期实况给你们看 你们也感觉得出来我这期说话的语速没有那么快了 视频没有那么紧凑 然后也不是以往的那种功率啊 后期配音加字幕的对吧 那么呢我在测试服务在测试服务已经泡了一周了 天天开这个箱子 一直想要找更极品更完美的装备 不过呢我已经已经尽力了 所以说今天就干脆录了这期视频给你们看 看这三套吸血套是怎么样子的啊 好的那么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郑师傅老板的吸血套是怎么样子的啊 那么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很标准的配置对吧 三件飞龙纺子啊伪中骨的包对吧 然后胖爬手套 分离式的战斗背心 还有长耳兔毒戏的枪套 那么呢这几个可以达到五个红叉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红叉 然后伪中骨包呢可以带一个黄叉 可以加荒难速度 那么呢这些都是很标准的天赋啊 重机升级生命值暴击概率武器上 然后这边猛抓者突击会相伤害 还有个红叉 好这边呢 基因上暴击概率武器上的红叉 那么这边呢生命值暴击概率两个红叉 这边呢 我到时候没有刷到 我玩了800多个小时一直没有刷到完美的狂战升级 或者说狂战重机的包 背心说错了 一直没有刷到很很完美的狂战升级狂战重机 包括这次在侧师傅 我泡了一周都没有刷到完美的 我还是非常的非洲 对不对 很非求 安歧也说我太非了 那么呢 面具的话 暴击概率经营经营经营 你们也知道现在呢侧师傅TU6 那个圆圈天赋不能叠加使用了 所以说这一套就直接飞掉了 那么你们可能会想到 那么直接换个天赋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就诞生了这一套Nubra的伤 这一套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包呢 没有换啊 还是一样 伪中骨 伪中骨包重机升级 然后手套也没有换 那么呢 护膝倒是换了一下天赋 在炎体内 总武器伤增伤10% 这个还是非常好用 那个要求水一火 这一个呢 是我现在很多套装都标配的 包括我这个抱头套 我也是标配这个 加了这个天赋的 是真的非常的好用 那么呢 枪套到处换了 换成这个阿尔卑斯的 然后它是唯一一个带天赋 然后又有两个红叉的 不是 又有两个叉槽的 一个是黄叉 一个是红叉 你可以看到我黄叉加了6.5%的换的速度 然后呢 红叉呢 加了6%的突击步枪伤害 2%加4%就6%嘛 就是这么算了嘛 然后有加暴击概率生命值 然后背心的话换的是飞龙纺织的 暴击伤害武器伤生命值狂张4 然后还有两个红叉 这个地方呢 倒是加了6.5% 你看6%的突击步枪伤害 0.5%的武器伤 面具的话换成了分离式的 暴击概率 精英伤震荡 暴头可以获得20%的暴头伤害 那么呢 我准备了三套 这个其实不是伤害最高的 伤害最高的是哪一个呢 是上面那一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一套呢 等下 这一套呢 有两件道格拉斯 一件飞龙纺织 那么呢 这一套加起来 它的暴击伤害 比其他套都多了20% 为什么会多这么多呢 我可以给你们算一下 我先换出标准的那一套 给你们 告诉你们一些基本知识 有些门星是不知道的 那么呢 首先呢 假如你所有套装 都没有任何的暴击伤害的加成 基础 是25% 25% 那么呢 飞龙纺织 飞龙纺织 它自带7% 所以说 25 加7 就32了嘛 那么呢 虚拟能呢 它自带15%的暴击伤害 给你们看一下 15%的暴击伤害 10%的暴击伤害 那么呢 再加上15% 这就47%了 所以说47%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 60%的暴击伤害 47%的暴击伤害 当然这个 暴击概率是60%封定 它不可能再高了 所以说你溢出的数值呢 你就可以转化为暴击伤害 那么呢 我这一套 盗格拉斯 这家飞龙纺织的这一套呢 给你们算一下武器上啊 25%的基础 然后呢 两件盗格拉斯 加了10% 对吧 加了10% 然后呢 飞龙纺织呢 枪套飞龙纺织 加了7% 然后呢 这个背心呢 加了10.5% 那个 那个渗染呢 加了15% 所以说就67.5%的暴击伤害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比了47%的 多了20.5%的暴击伤害 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呢 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盗格拉斯 是增强版的剧名面具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暴击伤害25% 比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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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5% 然后呢 但是呢 我这一个是 我一直没有 我刷了那么多天 没有一个是自带暴击概率的 如果有自带暴击概率的话 我就会把50%的 那个基因伤 写上去 你可以看到 那我这一个50%的 基因伤生命值 那么呢 我另外两套 我另外两套用的是 这个你看 刚刚展示过的 分离伤的 6%的暴击概率 44%的基因伤 然后还有个 飞龙反尸的面具 7.5% 还有45%的基因伤 所以说 这一套的基因伤 没有其他两套多 但是呢 这一套总体来说 极限伤害会更高 那么呢 我还有另外一套 还没有讲 New Brother 2 这个呢 只是单纯为了测试一下 这个真枪版的手套 真枪版的猛抓 你可以看到这里 暴击 可以回25%的血 还有2%的甲 这个回血速度还是很猛的 对吧 这只是单纯测试 这个好玩而已 其实我这一个呢 也可以这样 就是我刚刚这一套呢 我把这个换成511 也可以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 在满甲状态下 19万的炮头伤 是不是很高 比以前高太多了 比它标准版的高太多了 这个总算近了 然后我可以用宠物枪了 给你们看一下 25%的击杀回血 不是 25%的暴击回血 瞬间回吗 这一套我还是得讲一下 我刚刚还没有讲 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那个天赋用的哪一些 天赋天赋在这下面 对 我用的哪些天赋 第一火花 你技能霍首雷伤害 敌人可以增加10%的武器伤害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我现在基本上 每一个套装都自带这个 特别是如果你有无情的话 你百分之百触发这个天赋 这个天赋 你只要造成了爆炸效果 无论是打中敌人的弱点 还是打中敌人的暴力物的资产 或者说怎么样 你可以全程稳定增伤火花 甚至你还可以带机枪塔 也可以全程稳定增伤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这个天赋是触发不了的 超级容易触发的 我之前有配过无情套 我上一期视频也做过 你用无情全程稳定增伤 然后现在我去打本 用训人 也可以全程稳定增伤 火花20%还是很好的 黄战没损耗20%的专甲 然后给予10%的武器伤 这样的话 总的增伤是50% 那么升级25%的生命值 这个爆炸25% 它就是说你只要造成了爆炸 只要打中头一枪 就可以增伤25% 如果你枪发好的话 可以全程稳定增伤 这个是没有犀利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断的触发这个天赋 那么那猛抓者 我刚才也给你们展示过了 这个是标准版的 还有强化版的是25% 那么这一个呢 是掩体内总增上10% 然后精准攻击 15%的暴击个率 你们会 再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这个枪套的天赋 不换成毁灭呢 毁灭还可以再加10%的武器伤 这样的话你就能上29k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爆炸 爆炸套 给你们展示一下我这个爆炸套29k 这里带个毁灭 这个带个爆头伤 然后两件分离丝 然后一件天命 然后一件 两件阿尔拉蒂 两件分离丝 其实呢 我这个可以换成那个 等一下 这是我好几天前配的 我记得我之后拿到一个14.5%的 对 这个不对 这个是3.5的暴击伤害 如果它要洗成武器上的话 有上限的 不可以达到现在这么高的14.5 好像3.5可以洗成多少武器伤 12.5% 好像上限是12.5 就是等我刷到更好的 可以洗14.5% 15%武器伤的飞龙缝子的话 那么呢 我这个背心可以换成飞龙缝子 这样的话我就多了6%的武器伤 对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上30k了 也许吧 你也会在想这个伪中古宝啊 为什么不来火花生机呢 我又想过 但是我一直没有刷得更好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那你看 我唯一的这里火花重机 这家装甲 如果这是生命值那个的话 所以说我希望我这个是火花生机 生命值暴击概率 还可以洗个武器伤 你想一下 假如这里是火花重机的话 那么呢 这里是不可能带有生机的 所以说只能这个背心带生机 那么那背心带生机的话 是不可能用飞龙缝子的 因为飞龙缝子只有一个天赋 所以说我这一套就是这么尴尬的来的了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 这里我有一个511很完美的 火花重机 生命值武器上暴击概率 然后还有带 还有带个红叉 还是挺好的 对吧 那么呢 由于这里带的重机 所以说这里带的是生机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子 假如你的面具啊 是分离式的 就是带着震荡 同时带着震荡和重机的话 那么呢 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带了个火花重机了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来那个飞龙缝子了 对吧 假如这一个啊 这个分离式暴击概率经纪伤 然后这个助于服务员是重机的话 我唯一的分离式 你可以看到加了危害防护 为什么是危害防护 然后这边还加了生命值 如果如果这里是我换成这个生命值的话 我的暴击概率就不够了 我暴击概率就不够了 所以说我暴击概率是怎么称起来的 是通过这个称起来的 这个天赋称起来的 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完美的 你可以看到 我这里还有一件 嗯 风红纺 它虽然有10%的暴击概率 我可以把这个暴击伤害 写成武器上 但是它的生命值只有一万 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值 马上就低了很多 132K 密码减到117K 所以说我只能用这个10%的暴击伤害 而且呢 即使你有个完美的 有很高的暴击概率的 那么你这边也没办法洗暴击伤害 就是你这个天赋 你最多也只能写那个毁灭 加10%的武器上 这就很尴尬 问题还是出现在太飞了 你知道吗 我开了一周的箱子 没有见到一个暴击伤害的天赋 真的 然后手套的话 倒是有暴击伤害 看到没 15%的暴击伤害 这边还有毁灭 还有重击 然后这边呢 还有暴击概率 我看看在哪里 还不见了 手套 手套 它还有暴击概率的呀 对对对这边暴击概率 所以说我甚至怀疑 玉璧 你是不是取消掉了枪套的暴击伤害的天赋 可能真的取消掉了 这一套的话 我是道格拉斯的手套 它它挺好的 我加了3%的暴击概率 然后12%的武器伤 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少了一个红叉 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呢 这边呢 道格拉斯也是很完美的 有这个严体的增伤的天赋 还有暴击概率 那么呢 这个面具的话 除了这个金山低了10% 如果这个是50% 那该都好 那么这一套的伤害就比完胜了 完胜其他两套的伤害 那么呢 这个呢 如果这个上限不是12.5% 而是15%的话 可以洗满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当然呢 除了道格拉斯的手套 511的手套啊 胖胖手套之外 你有可能还在打分离式手套的主意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 它是不可能 自带猛抓者天赋了 我已经一个星期都泡在测试服 我天天都在制作 我已经制作出100多件了 都没有出现自带猛抓者天赋的 它要么这种恶人 要么基因伤啊 要么恶人 要么毁灭啊 要么毁灭性破坏 要么暴击 它是 哦 还有这个补偿作用和准确 它是不可能自带猛抓者天赋的 浪费我那么多材料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 一开始呢 看到这个酸天赋 哇 感觉好爽啊 如果能刷到自带猛抓者的 那岂不是吊炸天 当然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这个6% 也就是说 它这个属性啊 最高6%的武器上 你可以把它洗成12% 6加6得12嘛 那么呢 假如你把这个突击步枪 洗到12% 那么呢 你只能用这个毁灭性破坏 再加暴击这个天赋了啊 你是不可能用到猛抓的 那么呢 假如你把这个毁灭性破坏 洗成猛抓者的话 那么呢 你只能忍受这个6%的 突击步枪伤害了 只能 只能这样子了 跟你说 所以说只能注定 这个分离师的手套 它适合PVP啊 比如说这个补偿作用 在家暴头 海家生命车 还有暴击概率 那么呢 或者说火电啊 搞恶人啊 这种15% 5G3x3 所以说这些天赋 为什么这么搭配 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就是假如这里是暴击概率 的话 那么呢 我多了这10% 这一套 就是说我这里 如果是暴击伤害 换成暴击概率的话 那我这边 我就可以取消掉10% 我的暴击概率 把这个换成毁灭 这样的话 我这一套呢 虽然说 少了10.5%的暴击伤害 但是我多了10%的武器伤 不对啊 这好像两个荒酸起来 好像差不多 你看你丢了15%的暴击伤害 多了10%的武器伤 或者说你少了10%的武器伤 但是多了10%的暴击伤害 你暴击起来伤害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不暴击的话 伤害是有差距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极限的伤害吧 你可以很容易做到10枪有6枪是暴击的 来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标准的伤害吧 就是你满甲状态下什么都不触发的 给你们看一下伤害 15万一枪 19万 来 最高伤害是 看到没 暴击的话 最高伤害暴头上 19万 如果不暴击的话 你可以看到14万 对吧 暴击的话15万 也就是说 你暴击的话 最高的暴头上 是19万 不暴击的话 暴头上是14万 那么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触发火花天赋一下 你可以看到暴头上21万 21.5万 好了 停下停下 那个 我现在来测试一下残甲 残血的状态 极限伤害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脱甲之后嘛 buff装在下43k的训言人 同时触发了火花 18万的暴头上 24.9万 将近25万 假如你不触发这个 这个 升级 等一下 不是 不触发火花的话 我先重置一下冷却时间 再残血一下 23万 刚不是说 基因商少了 10%吗 那么这次 我们就换上50%的基因商 给你们看一下 最高伤害 26万的暴头上 看到没 最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 好的 我等一下 我先满血 先给你们看一下 满血的伤害 满甲满血 12万的暴头上 20万 23.6万的暴头上 23.6 这一套呢 优点就是伤害比较高 有火花 有暴头 有狂战士 有这个炎天雷增伤 这几个手段可以增伤 他的暴击 暴击伤害也挺高的 不过缺点呢 就是他少了一个红叉 然后 有些天赋啊 有些品牌啊 可以调换一下位置的 等刷到更好的 就可以换了一下 那么这一个就不用看了 这个就不用看了 虽然说他有个火花 那么呢 这一个 假如 你可以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一套呢 它的优点就是 它的武器上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插槽 就多了6% 然后呢 那个换弹速度还挺快的 6.5加6 6.5加6 12.5 而且呢 假如这个 如果这个 击杀回血是重击啊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重击是火花的话 那么呢 这个伤害呢 会更高一些 虽然说 它的 暴击伤害 只多了10% 就是 这一套 这一套它相比 正式服务老板的 其实是多了10%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 57%的暴击伤害 比47%多了10% 转弹速度加上12.5% 武器上 三角列9 92%的伤害 加上 生命值30% 转弹1% 重击生机狂战震荡 注意复原猛抓 隐天的增伤 其实这个测试数据的方法 并不是很严谨 因为你要考虑到 满甲和长甲的状态 然后 还要考虑到天赋是否触发 对吧 那么你们只要知道这几个 呃 伤害上限多少是多少就行了 那么呢 我先去给你们看一下吧 就是打一场 打一个副本啊 给你们看一下实际伤害表现 哦对了 我刚忘了说了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两架RBS 技能强度技能加速嘛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这个无人机45秒一个 然后这个附属蜂窝122秒一个 那么呢 你们想看哪一套 就是 这里哪一套的伤害测试 嗯 我觉得你们 大多数想看这个511 随便了 就这个 你看 他有击杀回血 还有暴击回血 这两个双回血 天赋 来看一下 还是很猛的 我刚才每个每个都测试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前段部分呢用这个套装后半段部分呢 就用那个套装 我好像没打中了另外一个 我记得这里有一个 等一下 你还想发射榴弹丝吗 走吧 搞定 走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换上511 对吧 我打了 我打了好像 并没有什么 必要的东西 然后 哎 后来还真快 这个 他好像发射榴弹 然后再死了自己 然后这里还有个医生 搞定 刚谁在打我 你们知道吗 有个G 有个G 那个G一直在看我 不然让他跑 22秒一个无人机 现在我主动捏掉了之后 有点刺激 嗯 太过来了 太可怕了 等一下 掉落了一个盗格拉斯 阿拉第技工被爆 不行 好现在我换盗格拉斯这一套 诶 哼 我刚在干嘛 哎哟 有个小车要来了 马上就上来了 你干嘛呢 别炸我呀 怕了吧 他露出来了 自己忘了报道上 刚刚最后一击的时候 太可怕了 这个机枪 哟 烧死了 可爱心 哇 激攻啊 有没有看到我那个抬头显示器下面那个火花的天赋一直在触发 是吧 所以我就松了 这个火花是超级好触发的 冷静了 你看 把你放到那里 看起来 我给你放到那里 你放到那里 再来 那里 我给你放到那里 很清楚 那里 超级好 我给你放到那里 我给你放到那里 好走 补充一下子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医生 哎呦卧槽 还跑了他 哎不过搞定了 诶鹿鸟鸟鸟鸟鸟鸟必死 你看我暴击伤害这么高 接下来是这个盾 等一下我看不到盾里面 好像都打在盾上 你看暴击伤害高就是爽 打身体伤害也很高的 剛剛我沒有測暴擊傷害 不是剛剛我沒有測打身體的傷害 搞定了 搞定了 天啊,我來讓他 我來讓他 他 流了一絲血 可還行 他在打印什麼 好,我們先來掃描一下 這邊有個 我先把這個搞定 先讓他炸 不然我傷害那麼高 有個要衝上來了 轉移陣地 人呢 跳下來 哦哦,還來 等一下我怎麼感覺我又 我左邊好像有個人要過來 我的樣子 還有一個 這藏了兩個人 然後這邊 搞定了 這個塔一樣 跳下來一個 聖徒來了 打爛他的包 小車炸了 聖徒我等他靠近一點再來解決 老鐵別再打我了 他好像要死了 這麼快的嗎 蛤? 那你 有點刺激 拯救 艾米洛 等一下 我覺得我應該補充一下子彈再下去 是的 對了沒錯 衝啊 這邊來了 哎呀 我操那個跑得過於快 還有一個 我要到左邊來了 左邊這裡有兩個人 他放了一個什麼東西 看不到打不到 走吧 我們到他臉上去 唉唷我操 還有一個在哪裏 這跑得可真過壞 好 接下來就是破壞大門了 我有個更快的破壞的方法 就是帶個槍塔 我怎麼感覺好像全程都沒機會破甲呢 來 來 來 相信我你用右邊那個大的機槍塔 反而還更滿 因為我測試過 這不是我第一次測試吧 把他跑掉了 把他跑掉了 把一個人跑掉了 搞定了 鎖库樓 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傷害總結吧 有沒有 沒有 等等 這次不提供傷害總結了嗎 好有了 太好了 準確度51 一般般 傷害 個是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三百萬 五萬K 五萬再加三個零 對五傷害 五千萬 五千萬 是吧 五千萬就是這麼來的 五千萬的傷害一個人 炸藥傷害 各是百千萬 死亡百萬一百萬 獲得治療 好的 實際暴擊觸發百分比四十九 實際暴擊傷害百分比五十五 哦 居然還有算暴擊的眼 總的來說 你配吸血套的話 不用模仿我 我這期視頻只是啟發大家而已 那麼呢 你的必備的天賦有幾個 一個是這個暴頭傷 還有一個是生機 還有一個是火花 重機 還有是 還有一個是狂善生機 還有猛抓者 還有這個鹽田的真傷 這個是必備的天賦 那麼呢這個如果 如果你的暴擊概率夠高的話 你可以不用帶這個天賦的 那麼呢 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的話不要忘了點贊一幣 收藏加關注加分享咯 那麼呢咱們下期再見 拜拜